担任统一集团南联公司董事长 同时也是均有设理事长的李栋梁 日前特别亲自来到淡水区公所造访 要来帮助淡水区的落实居民做公益 而董事长捐出新台币20万元现金 给区公所作为帮助淡水落实的善款用途 担任统一集团南联公司董事长 同时也是均有设理事长的李栋梁 日前特别亲自来到淡水区公所造访淡水区长屋中人 而这一次来访最主要就是要来帮助淡水区的落实居民做公益 董事长捐出新台币20万元现金要给区公所 作为帮助淡水落实的善款用途 希望能够在这个冬天带给他们温暖 政府给我们一些信息 就是说新北市有一些家庭支援比较薄弱的家庭 希望我们企业界可以来支援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认养了大概 我们目前大概认养了大概500户 所以我们想说 希望一年能可以再三截来关心他们 虽然身为统一集团南联公司的董事长 不过李栋梁以个人名义 每年都会有许多的公益捐助 董事长表示 新北市有许多家庭资源不足的落实 他就认养了500户的家庭 希望在每年的三截时都能够来关心他们 透过去公所的帮助 将善款实质的帮助需要的家庭 李栋梁董事长 他来捐赠我们淡水20万的一个红包 来关心我们淡水需要关心的这些民众跟家庭 那我也跟李董事长报告 我们淡水公所在针对淡水这些弱势的民众 我们做了哪些的服务 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来帮忙 那很感谢李栋梁先生 那当然也谢谢我们社会各界 一直以来不断的针对我们淡水的这些弱势的家庭民众 给予关怀 希望说让大家感受到 各界对我们淡水的关怀跟温暖 区长表示相当感谢董事长的帮助 让淡水区的弱势家庭可以有社会的温暖关怀 而区长更提到 其实区公所每年都会针对淡水区的个理低收入户 举办物资发放与红包活动 加上社会有许多在地公庙 金融机构企业等等的帮助 让生活困苦的民众 可以透过行政机关的帮助之下 将温暖的关怀送到他们的手上 记者许多安一代水采访报道 安一代水采访报道